我們在醫院群聚裡面 事實上很多是藉由環境媒介 環境媒介的話 當然我們平常 我們可能比較知道說門把 或是說床欄邊或地板 事實上我們在2003年 事實上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我們的感染科醫師就提醒我們說 你的滑鼠就是很重要 因為滑鼠就是曾經在SARS的時候 經由滑鼠傳染給下一個 就是滑鼠 是滑鼠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你碰我也碰 馬老師也碰 全醫師過來你也摸一下 有可能你摸完你的鼻涕了 你也碰 所以藉由這樣的分泌物 你可能把你的滑鼠掌握了 所以我現在上班 我都自己帶滑鼠 我自備滑鼠 鍵盤 鍵盤的話 因為我們在醫院的話 我們是每八個小時 我們會用保鮮膜包膜 包膜然後消毒 所以鍵盤是包膜的 你可以用保鮮膜包膜 所以我們可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擔心的話 如果一旦疫情比較多的時候 或許你的鍵盤用保鮮膜包 滑鼠一支才150塊而已 自己帶一支好了 好方便